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数学作业 翻开第38和39页 这个是单元6的最后两个练习 数学作业的最后两个练习 好,我们来看UPSR9.6 第38页 准备好你们的笔,做定证 我们来看第一题 哪一项有关顿角的说明是正确的 还记得什么是顿角吗 对了,顿角呢 就是它的角度是大锅 90度的,所以顿角是90度的角吗 不是,顿角是180度的角吗 不是,它是平角 这个是平角 180度是平角 C顿角比90度小 错,比90度小的角叫什么角呢 对,叫锐角 所以顿角是比90度大的角 答案是D 答对了吗 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跟关于这个平面图形和它的角 对,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 图一显示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然后P角 P角的名称是什么角 对,它是锐角 OK 好,第三题 第三题是周长 周长 周长的意思是周边的长度的总和 图二显示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它每一个边的长度都有显示出来 那么以M为单位 M 然后再确保它的单位都一样 计算直角三角形的周长 周长就是把它的边全部加起来 答案是 什么呢 对了,答案是C 6加5等于11 11再加10等于21 对了吗 对了,很好 OK 我们看第四题 烧脑题 KV题 分析的 这个题目是跟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有关系的 面积 还记得怎么找面积吗 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是 长 乘 宽 对了 OK 好,这是一条一张手帕 手帕的面积是36 Cm² OK 以Cm为单位 计算手帕的边长 正方形 这是一条正方形的手帕 OK 它正方形的特征是它四个边都一样长 对吗 然后呢 长乘宽 等于36cm² 对不对 就是长乘宽 这两个数字都是一样的数字 拿两个一样的数字相乘的话等于36 有的选择就不难了 55 25 66 36 所以单词 比 6 验算一下 6乘6等于36 36 OK 好,接下来这一题呢 第五题是 有关三角形的面积 好,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来复习一下 怎么做 低 低 乘 高 除 2 对了 好 那么这个三角形 观察这个三角形 7mm 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因为它每一个边都有一个点 对吗 好,这是等边三角形 7mm 好,所以这个也是7mm 这个也是7mm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 三角形的高度 OK 好,所以它有底 有高 我们就可以找 这个三角形的 面积 OK 它的底是 7mm 高是 8mm 除 2 87 56mm square 因为两个mm mm square 除2 56除2等于 28mm square 所以答案是 A 好 这里有五题 大家都答对吗 好,大家都答对 你就给自己五颗星 你答对几题 就给自己几颗星 很好啊 好,现在我们去看试卷2 试卷2 只有两题 很简单 第一题 它要我们在图一中画一对平行线 还记得平行线是怎样的吗 我们在这里复习一下 平行线呢 是这样子的箭头 OK 或者是箭头朝下 你记得吗 或者是打横的 箭头一定要同一个方向 OK,这个叫平行线 可以吗 所以这题很简单 如果我在这个格子 我在这里画一条线 你们要记得 你画这里 四个边 你可以在这里画四个边 这里画四个边 总之它的宽度一定要一样 不要一长一短 OK 然后箭头一定要同一个方向 就可以了 有些同学可能他画打横的 可以吗 可以 那你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个边的距离吗 可以 尽量不要画斜线的 好吗 就是画两条是直线 或者两条都是横线 箭头很重要 箭头很重要 那你画有箭头完整的平行线 你就打勾 可以吗 OK,我们进入第二题了 第二题 以 这是一个长方体 我们一定要先读这个作答说明 他告诉我们这个是长方体 对吗 长方体它有长 长 对不起 长 宽 和 高 好 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这一题 OK 以 MMQ 为单位 立方啊 计算 长方体的 体积 对了 长方体的体积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它的公式都一样 它的公式都一样 长 乘 宽 乘 高 OK 体积 等于 长乘 宽 乘 高 一定要背起来 这个公式很重要啊 因为五年级还是 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 同学们 好 长 就是拿最长的呢 10MM 宽 是 3MM 高 是 5MM 好 13 30 30乘5 等于 150 乘 乘 几个MM 1 2 3 你就不会忘记 好 这 这就是 有关 这个数学作业的 讲解和 订证 你们订证 完成了订证 过后 记得 拍照 上传在 这个文件里面 让老师 检查你们的 功课是否有完成 谢谢 4 8 1 它